像是有关disclaporation 送的一些性质 那跟肯定运害一样 前面的部分我们讲的是讯号的部分 那后面这两个是系统的性质 系统的性质就是跟肯定运害一样 就是convolution 跟mipation 的关系 那中间会有什么关系呢 都一样 ok 我一样把那个 肯定运害一抓出来给你看 都一样 都一样 对不对 你说是吗 当然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里 在convolution是一样 convolution一样就是你一样是无限多项 无限多项 做积分或取sumvention 在做convolution时 mipation 因为你会在frequent domain 做类似convolution 可是在convolution time的时候 你的frequent domain是 被搜集进 所以你是无限多项的convolution 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的频率做convolution 可是我现在的discrete time的frequent domain 是搜集进的讯号 我就不能做那种convolution 因为一扛 扛下去就是无限大 对不对 如果你用刚才那个代音讯 因为这是搜集进 这是搜集进 这个无限 所以每平一个一乘起来就是无限大 每平一个一乘起来就是无限大 所以这不能做 他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我完成二拍 不是 是因为本来这个讯号本来就是二拍 所以会导出来是这个结果 所以上面这个我不推导 下面这个我会推导 下次再跟你推导 好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就是convolution的性质的例子 那这个在contin它也有 一样的 那个吗?不是 是这个 好 一个timeshift ok 在timeshift 这个系统是delta的n.n 那它做的动作就是在时间走平移 n ok 然后你先转这个的frequent zone 那你就把delta分解的n.n 所以是exponential-jωn 所以你得到的output y等于h乘上x 那h是exponential-jωn 所以一个东西的exponential-jωn 它代表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性质里面 任何一个exponential的函数前面 呈到exponential-jωn 就有n做convolution 那就是son 跟delta n-n0做convolution 任何东西跟son-n 做convolution 就是n-n0 所以我刚才现在写的 这个完全都是用convolution的性质 去做操作的 再开domain做出 那我们做frequent zone 我其实可以直接在frequent zone 做这样的印算 我得到的结果是一样 而且frequent zone 做会比较简单一点 会比较直接可以做的结果 ok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一些convolution 跟mification性质的东西 那 课本这个例子5.13 然后你可以对照一下看右边的第四章 continued time and heavy place 那这两个题目其实是类比 而且几乎类似一样 那就是他们是同样的一个性质的东西 好 所以在continued time exponential -a b u of p 这样一个函数 在 discrete time 来讲就是 a的n次方 u of n 然后a的绝对值小1 它是一个收敛的这个函数 a的绝对值小1 那另外一个函数 b有b的n次方有n ok 然后我要解决的是 那如果是这个讯号x进去这个系统h 那产生的结果y是什么 ok 那如果照定义算就是convolution 就是小x跟小h之间的convolution 对不对 然后你为了fluorations 送出个工具之后 那就不用做convolution这件事情 convolution这件事情 会变成在frequency domain 会变成相成 那因此你每一个要把h 小h这个函数跟小x这个函数 做fluorations from 分别转成在大h跟大x 这个omega domain的函数的东西 那exponential 不是exponential 就是a的n次方 在 discrete time 这个指数函数的东西 它的fluorations from 是1-a的exponential j omega分之1 然后如果是b的n次方 就e-b 然后exponential j omega 那你可以对照一下右边的那个 好 右边这个continent height 是a加j omega b加j omega ok 那这边我特别强调 我在讲 discrete time 的时候我会怎么说 我后里面的这个函数 我会用exponential 的j omega 四方 因为基本上你会看到 以后的函数的基底 就是exponential j omega 这个多项式的函数的基底 相对于在continent height 那是以Omega 会有Omega Omega平方 或等等之类的 对不起 会有j omega 以j omega 为基础的这个多项式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用 特别用这样来区分 不过这个跟这个 都是Omega的函数 就数学来讲 都是Omega的函数 我们特别这样写实 是为了让你稍微清楚了解 他们这两个函数的 所谓的基本的这个函 基本的这个函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ok 好 这是这两个的差别 那所以我的输出 输出大y 输出大y 就整个大h跟大x 两个相乘 在brickland图面就相乘 好 因为我算书 一个讯号进去之后 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是本来是应该 我刚刚写 如果你要算上面的话 这应该是x h 然后跟h 这两个做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在title面做convolution 其实在brickland图面相乘 那你就把它两个乘在一起 ok 你可以看到那个形式都一样 就是这两个把它乘在一起 好 那我要算的 其实我要算的是y的title面的函数 就小y的 那你要怎么算呢 那跟disconvolution它一样 我会有两种情况 我要讨论一下 A这两个数字一不一样 AV这两个数字一不一样 因为刚才那个多项是说 AV AV不一样 那你可以把这东西 拆成两个分式多项 其实拆开来 那对应的相对的 拆开来之后就有对应的奇数 只是把它分式把它展开来 然后 那这每一个 拆开来之后 每一个对应的title面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A的N次方 UofN 跟B的N次方 UofN 那你可以对照一下 在右边的这个Continuous Type 的Case也是一样 对 就是两个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也会有同样的 可以把它拆开来 然后拆开来 两个对应的这个 title面就是exponential 这样的函数的东西 OK 那同样的有趣的地方 是在如果两个是一样 就是A跟B 这两个是 就是 系数是一样的话 那Y 这个大Y 就是这整个多像式的平方式 OK 那平方式跟在Discrete Type 一样 这边这边 这边 这边 这个方向就是 那个多像式的两次方的话 那你要看一下 它的对照的Title面 是什么 那一样 A的Jω是这个 那1-A的exponential Jω分之1 是这个 那同样的 会有两次 就是把这个东西为分 对Om做为分 那就会跑出两次 所以你如果把它为分 跑出两次 它会乘上J 那这个我们在之前有做过 对不对 在Freference Domain 如果它为分的话 事实上是在Title面 把它乘上N Freference Domain 把它为分乘上J 的话 就是在Title面 乘上Time 那个时间 是N的那个概念 跟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它基本上 是一样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对应去 代应去 那我这边是 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去比较一下 我前面还有一个 exponential Jω 对不对 你把它为分 乘上整个Jω 才会得到前面这一项 然后在Freference Domain 你把它乘上 exponential Jω 等于是在Title面 平移的时间 OK 那这个是正的 所以平移 本来是N 就变N加1 本来是N的地方 都变N加1 这三个全部都变N加1 因为你多成了 exponential Jω 这样的排数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有趣的地方 你可以算出来 那我的Y 当A跟B是一样的Y 就是这个东西 好 A跟B是这个东西 好 那 这个你可以对照一下 在Continue和Discretide 其实它的形式一样 你只要记得 Continue它是exponential 然后Discretide是某个基底的 这种指数的这种 次数的关系 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那当然在时间的平移 会有点不太一样 这边T 这边P 这边N加1 在Continue它一次乘上P 那这边乘上N 然后这边有 因为多了这一项 所以有平移一个 时间上的关系式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 告诉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个 convolution这个性质 就是可以帮助你做运算的时候 不需要这么复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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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